金融15部作品中有两个三部曲 其中最火的毫无疑问就是射雕三部曲了 射雕三部曲在故事情节上环环相扣 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为主基调 其中郭靖代表的是儒侠 杨过代表的是道侠 张无忌代表的则是佛侠 射雕三部曲因为关联性非常强 所以就单独拿出来论个排名 在公布具体排名之前先强调一下 没有明确人物实力的布排 这些人往往都是一些武侠秘籍作者和一些前辈高人 全书找不到任何他的实力参考 比如乾坤大挪移 龙象般若公的创造者 还有百损道人等等 排名共有60人 按照实力分别是一流弱级别 一流中级别 一流强级别 接近准四觉级别 准四觉级别 四觉级别 略高于四觉级别和天花板级别 排名高低不代表人物的绝对强弱 有平均的可能 部分人物实力会相应的加入一些人物成长值 比如像张无忌 杨过 小龙女 周志若这种重要角色 如有一漏 欢迎讨论 排名如与您有情谊 还请以您心中的排名为主 第60名 九阴白鼓爪 没嘲讽 实力一流弱级别 射雕音讯传中一流高手中的第一 是九阴白鼓爪的主要代言人 桃花道黄耀师四大弟子之一 在掌握了不分修行内功的抢门之后 可以跟十几年后武功大剑的江南七怪打平 虽然西拜过学的十五长的郭靖 但同时也有秒杀大金F4的壮举 射雕中 邱楚姬与王楚姨联手只能与他打个平手 实力上呢 明显对高于射雕一流高手中的邱楚姬 马玉 欧阳克等人 此外紫山龙王戴琪斯 少林空性大师等人 大概也是在这个水平 波斯三世因为只有团战 从来不独自战斗 兼致张无忌猜测这三人不如戴琪斯 官也不列入排名 盘点射雕三部曲前六十高手第五十九名 武当智囊张松熙 实力一流弱级别 以天通通计中武当七侠之一 张松熙的主要战性呢 是实在冠冰点之战中 与阴天正有过一场切磋 阴天正连败三人后 张松熙出场与其搭战 武当内功呢 以持久著称 张松熙站着年轻 本想以长力取胜 不曾想阴天正是一位507人 虽然年迈 但在气力上不输普通男子 最后张松熙因比阴天正多向后退了一步 于是呢 认输下场 综合实力在武当七侠中排第四 毫无疑问 第五十八名 金银长石火龙 实力一流弱级别 倚天同伦记忠 丐帮帮主 丐帮第一高手 因苦练 降龙十八掌时 内力不济 导致上半身得瘫痪之症 虽然只掌握了降龙十八掌的前十二掌 但其实力呢 仍是稳稳的一流高手级别了 曾跟混员霹雳手陈坤连队一十二掌 虽然把陈坤打得吐血而逃 但自己也伤重丧命 是丐帮最后一位能使用降龙十八能帮主的 第五十七名五行骑装帧 实力一流弱级别 倚天同伦记忠 名叫五行骑锐金骑的掌骑使 是名叫忠武功最被低估的一位了 历大无比 原文称他内外功也都到了上臣境界 六大门派为公光明顶时 装帧曾与灭绝事态单挑了数十招 最后装帧仗着手中拿牙棒 证断了灭绝手中长剑 灭绝随即抽出倚天剑 装帧有些轻敌 且没有想到倚天剑如此锋利的情况下被其斩杀 可以说呢是死对有些憋屈了 装帧能跟没有倚天剑的灭绝斗个几十招 并且呢还占据上风 其实力恐怕比五散人要强上不少 盘点射雕三部曲前六十高手第五十六名 太极剑英离亭 实力一流弱级别 倚天同伦记忠武当七霞之一 于连周称如果单纹剑数 英离亭在七霞中排名第一 国民顶之战得知当初季晓夫虽然被杨骁强迫 却是不悔 一时难以接受跑下山去 结果遇到鲁阳王府的高手R和四名师弟 英离亭拼死反抗 打倒两人 但最终寡不离中 被活捉 其次只被R3大地金刚纸捏碎 少林寺图事大会上 英离亭以太极剑大战周之弱 于连周认为之路太极剑 即使自己也不会使得比英离亭更好了 此战英离亭200招后 手中常见被周智若白猛边打拖手 可见英离亭的综合实力比起周智若还差了一些 第55名四大神僧空智 实力一流弱级别 以天图龙记中少林四大神僧之一 号称是少林派七十二绝技得其十一 请落后于方丈空文 空智在全数中一直都是打将尤的存在 几乎没有什么靠谱的出手 是光明顶之战六大门派的总司令 与范瑶之间素有嫌隙 曾在图事大会上一朝制住少林大墨院的一位空自辈高手 理论上武功应该不会太落后于范瑶 毕竟身怀少林是一项绝技 第54名大力金楚达尔巴 实力一流弱级别 神雕侠里中蒙古博士金龙的二徒弟 性格憨厚脑子不太好用 但力大无穷 武功在祸都之上 擅长无上大力处法 首次出手就让在大圣关的杨过难以应对 重阳宫之战 位救金伦 孤身挡下杨过披下的玄铁剑 16年来追随师傅金伦左右 金伦又传他身战武功 后来在杨过的帮助下 于丐帮大会上斗数百招后 用黄金楚打死沃都 算是替金伦清理了门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